历经一年临选卡管风波 于今年1月正式上任的台湾大学校长管忠敏 即将于4月初来美参加研讨会期间访问湾区 并在北加州台大校委会安排之下 于4月6号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茶叙座谈会 邀请各界人士免费参加 去年8月的时候我们曾经还在不清楚 那个他是否可以上任的时候 就邀请他到湾区来跟大家讲说 他到底有什么理念 制校的理念 借由这个邀请人 然后他可以讲说他实际上到了校长这个位置 跟当时他想的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的挑战是什么 管校长他非常愿意接受一些尖锐的问题 然后希望能够近距离的跟校友 跟湾区的朋友们接触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这场座谈会中 管仲敏首先将会跟各界分享 他就任校长之后的现实情况与面对的挑战 接着座谈会的语谈人将与他进行问答 并且也接受观众以书写发言条的方式来提问 此外主办单位也别出心裁的 安排管仲敏逐桌与现场观众互动 最精彩的这个节目就是他要走下来 就是每一桌跟每一桌的朋友能够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可以当场问他一些问题 而温区台大校友也对这场活动充满期待 我们知道这个卡管风波 让他四面八方受到很多的污蔑 很多的追杀 就是说非常非常辛苦 我个人是在当学区委员 我已经25年 所以我对教育我是有相当相当大的热忱 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希望是一个全人的教育 我希望管校长是有一个 以他跟我们报告过的世界观 然后学生的方向是希望是全人的方向 而且希望我们的台大的学生出来 能够真正作为国家社会的栋梁 管仲敏演讲会将于4月6号下午2点 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现场备有茶点 欢迎各界人士免费参加 人数有限 有意报名者请发电邮 ntuaa.info at gmail.com 注明姓名与参加人数 以便主办单位预留座位 感谢观看 请ываем